我年纪也到了差不多56岁了 事实上我做微调的部分 效果都没有达到我想要 那我就正式决定来做拉皮的手术 然后解决我的困扰 我被我女儿警告 她告诉我说 妈咪你不要再变年轻了 这样子我很有压力 然后跟闺蜜去示范的时候 他们也看到我第一个时间会问我说 你做了什么 在外观上的改变 其实就是很明显我的嘴边肉不见了 那当然就是这个下二线就是更明显 那看起来就更年轻 那事实上这个手术的部分 一般的人会不要担心她会留疤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成功的手术 因为连我闺蜜都找不到我的疤在哪里 那在心情上的部分 因为你每天会照镜子啊 所以你每天照到镜子的时候 你都会非常的开心 那也很喜欢自拍 因为你变年轻了 你也变漂亮了 那出去跟朋友聚餐的时候 他们给你的话语一定是 你怎么又变年轻的 怎么又变漂亮的 这是让我非常非常开心的部分 因为拉平手术做完之后 你的轮廓线明显 更显年轻嘛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的鼻子的三根太低 就想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就找了医生来做咨询 然后医生评估之后也帮我做了手术 然后他做鼻子的整那个龙鼻手术 其实他到时候是会弄一个那个笔板固定 那当这个笔板要拆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期待的 那一瞬间拆掉的时候 我吓到 因为怎么这么漂亮 他是谁 好漂亮 连旁边的同事啊 朋友啊 闺蜜都觉得说 你像外国人这样子很美 那又不会太夸张 又很自然 所以我很满意 休息的过程 其实没有疼痛的感觉 但确实在前三天的时候 你的脸是很肿的 那很肿当然就是说你就多休息嘛 然后他脸也会有一个脸部的绷带 让你固定着 那当然就是说我也吃了那个小肿的中药 然后也到诊所去打一些修护的点滴 其实还蛮快的 除了前三天的肿胀 差不多一个礼拜 其实就可以正常的工作 龙鼻手术其实差不多三天的时间 没有太大的肿胀期 对我来讲啦 而且他的修护期间也没有疼痛感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 但一样我还是都会固定 就是说在这个修护期间到诊所去打一些修护的点滴 其实我是透过几个朋友推荐说 你要做整形手术的话 你可以找胡带领医师 听说他的技术很好 那当然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功课上完去爬文 确实他的口碑很不错 然后我所知道他又是台大医学院的状元 医师毕业的 所以我更放心的 把我想要的手术的一些需求 交给胡带领医师 那当然他的整个咨询 包括他整个手术术后的整个状况 我觉得他的技术真的是非常高超